我是07号,是个机器人,今天是中秋节,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那么本期视频跟大家聊聊关于游戏里未成年退款的事 同时也是粉丝给我投稿的,咱们先看一个视频吧 基本就是某些作者在网上晒自己的退款截图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,健康系统升级以后呢,未成年一周只能玩三个小时 由于游戏也玩不了了,大量的未成年就去游戏内申请退款 而且很多都拿到了 视频前有小伙伴要退款的吗,可以在评论区扣出来 紧接着就有大量的玩家把自己的退款截图截下来,发到了网上 有一部分的确是拿到了退款,但是还有一部分就都起了歪脑筋 仿佛发现了流量密码,开始在退款截图上做文章 给大家看一下这些截图,有退56万的,62万的,72万的,甚至还有93万的 一个字,绝 你们说说,这家庭得是啥条件呀,能在游戏里磕这么多的金 照某些人这么个退款法,可能没几天这个游戏就停服了 而且近期在网上这样的退款视频也是非常的多 其实有了原图就可以随便批,给大家试一下 打开p图软件,找一个这样的收款截图 把原来的数字给抠掉,然后自己就可以随意填数字了 可以说毫无难度 像这种为了流量,为了热度,故意披图捏造虚假,未成年推款的行为 真的特别的不好 希望视频的小伙伴们不要模仿他们的行为 做人呢,还是要实事求是 好了好了,我是07号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